陳秉扁哥在法庭上面爆料 這個元首在緊急危難的時候 要如何離開現場的一個兩個通道 這到底有沒有違反國家機密保護法 聽一下立委的意見 這東西是備而不用 一旦曝光以後 這條路線就不能用 因為人家可以在這個地方設立伏擊點 所以我講 今天他的罪已經是太多了 我們不願意再講什麼國家機密罪了 這種簡直是不道德到極點 至少他是危害到元首的安全 而且我查過 你除了嚴重的可以以外患罪 像彭子文被提及公訴以外 求刑以外 至少他違反了國家機密保護法裡面 對幾機密機密或重大機密的事項 他依法可以求刑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的尤其徒刑 檢調應該還要再加一條阿扁的罪 就泄密罪 怎麼可以把這麼機密的東西 對麻醉 因為記者問他是說阿扁有沒有逃亡的能力 他說沒有這方面的情緻 情緻什麼意思 是說有沒有著手 有沒有企圖進行 有沒有半途而廢 人家問你是阿扁有沒有逃亡的能力 你幹什麼 阿扁有答有還沒有 你覺得應該怎麼答 他說不知道 我覺得每一個人的能力支持不一樣 阿扁的能力恐怕比別人要稍微高一點 這不是說這樣不可能回答 沒有 王座金回答 人家會扯到麻醉酒 你真的 對 有阿扁有